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當初有拍往事與朝第這個發想 是因為媽媽生病照顧媽媽 當夜深人靜的時候 我在病床旁邊看媽媽 發現我跟媽媽的關係雖然很親近 但是不知道媽媽的想法是什麼 突然發現我跟媽媽有一點陌生 所以開始有這個創作的發想 那段時間我就是在我們的那個公媽聽 發現一張阿祖的老照片 他是裹小腳 可是那張照片本身不是我的作品 所以我想要去圖過那個概面 用一個濃色的泡泡棠來突破這個點 來陳述一件事情 就是女子她本身也有自己的想法 因為泡泡是吹越越大就會破掉 所以有一點幻想的破滅 或是想要去叛逆 反叛這個體制才有那個想法 就從裹小腳的阿祖開始 我就用三重四德 第一個系列是三重 再加重複 用裹腳布來呈現 出嫁重複 重複我是用當初我們女孩子懷孕的時候 一般都會認為那個生懶育女 是媽媽這邊的問題 不是丈夫 所以會怪老婆肚子不爭氣 她就抱怨 其實這個主要是男性的SY來控制 那時候我就想 用說宿生年齡她那個婉輝 男性換女性 白花是代表男性 紅花是代表女性 我就把它反轉用紅花來換白花 護死從子 用一個白馬 白馬就是王兆君的新騎白馬的概面 木香是症結牌坊 有些十七八歲老公就死了 她不能改嫁 症結牌坊是類似一個棺木 把女孩子埋葬在裡面 護得古時候的想法就是女子五彩便士德 情緒出後她全部都被圍住了 女孩子她眼神有一點比例 比膩地看著這一些東西 用一個反諷的手法來呈現這一套作品 護容 女為幾者容 用了很多面具來呈現 女孩子在家裡 不管是對公婆或是手禮 她都要戴一個面具 她沒有她自己 護顏沉默是金的概面 用西方的諺語 Elephant 贏的論 都一直不講的話 那隻大象是會越來越大 整個大象壓在她的身上 用這個構圖的講法 來呈現護顏 護功 我是用日本白無垢的概面 Model 呈現她是全部解擺 裹腳布來呼應我第一套的三重 後面我再延伸一個梅座之眼 跟童養棋 整套作品來呼應三重式的 總共有12張的作品 台灣畫布它本身就是一種拼貼 裡面有一些像動物或是花卉 像胡桑花 牡丹花這一些 或是鳳凰啊 鳥啊 所以我就是用畫布的拼貼 跟我整套作品的拼貼的概面 來呼應 呼應這個整個台灣的畫布 最後的話我會邀請我女兒 從我這套作品她看完之後 她的想法再把它畫出來 所以裡面有我女兒的話 藉由花布來連結我跟媽媽跟女兒 就是我們三代的共同的連結 用花布來突破一個時間跟空間 這也是我把我的拼貼的概面 拼貼在花布上面 紅妝是我跟媽媽小時候的連結 我只有看到媽媽的背影 其餘的都是一些鏡子 可是鏡子真是黑色的 就是我看不到媽媽的內心 到底在想什麼 我只是覺得媽媽她整天都在窮忙 用克林姆的三個女人 背後有一個護女 她中年護女的時候她肚子有微凸 用小懷孕來彌補她沒有當媽媽那個心理 可是我把它引申到自己的概念 我用那個概念來引申自己的中年危機 這套作品裡面你可以看到很多符號 像女孩子害羞的遮住臉 或是沮喪抱著頭 或是整個人藏在花布裡面 就是有一種被隱藏 可是當你會發現她作品的背景 她是用一個鳳凰 鳳凰在台灣 是一個女孩子的符號 而且你會看到那個一個娃娃 娃娃是現代的東西 可是你看這個她的服飾跟那個衣服 穿著都是560年代 所以我們可以去呼應那個女孩子 我對媽媽那個情緒 是花還是灰花 也是一個花布的衍生 我想要呈現的是一個女性她的自身演繹 一個表現自我的想法 所以我呼應詩巾裡面的一些文字 表現女孩子對感情或是生活上 一些想法 她的喜怒愛樂 全部可以用影像來呈現 但人們應該會提供艙 你怎麼會提供艙 Strand 就讓她說